由本院观哭路保护协会成办的 如生组织领导人成长粉丽而已 祈祷很多哭路团体爱心社会好理单位参加 透过这段话题 希望提升参与这些专业力 我们两天的课程 我希望在副保卫精心策划当中 真的可以让我们全体的研习的学员们 真的收获满满的 回到我们的单位或者我们的服务的一个团体 能够去发挥 对着社会的团队 努性在家庭、工作厅所 公共事务部长方便 所办案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本院观哭路保护协会 特别几个两天一幕的活动 内容很丰富 然后我们希望透过 这一个研习两天一夜的一个活动 能够培植一些妇女 甚至一些社区的干部 去推展我们所谓的妇女权益 包含可能我们从自己家庭或是社区 怎么去落实这项福利 或者说我想要为我的社区 为我们社区的居民妇女做一些事情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然后透过这些研习 我们会有一些妇女议题的开展跟演练 还包含比如说 我可能不知道经费要怎么办 我没有经费我要怎么办理 这些课程我们都包含在里面 妇女的团队越来越受重 不过管理妇女团队的专业令令 邀台提升 管理社会的家庭也计划国家 用心投入 未保政府担任主要的补助 首先感谢云云县妇女保护会 来承办这个 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是由我们云云县政府公益材权盈与的经费来补助 这个活动我相信对于所有的妇女同胞都能够有很大的收益 现在政府在推动两性平权的方面非常的积极 也就是需要大家共同来创造一个两性和谐的社会 社会要进步 流行的团队需要提升 透过这处的活动 除了加强妇女组织团队的领导人的专业领力 另外一方面也加强跟公保问的合同结合 准处更多妇女团队 记者欢迎观察方报道 没见 再见 感谢观看